小姐 能够对面查管他 真的有几个人 跟他鬼鬼祟祟的 哎呀 这个怎么好 小姐 这人命关天的 少爷到底去哪儿了呀 夏宇宙 你好好想想 有没有夏恒璇 经常去的地方 或者 你们听到他 经常提起的地方也可以 我哥能去哪儿呢 要不这样 您先回去 我想到什么 我再给您或者给宋光大哥打电话 来不及了 我实话跟你说 如果我现在找不到夏恒璇 恐怕他活不过今晚 小姐 平时 真的没有听少爷提起过什么地方呀 我想起来了 我们家 在乡下有一个老宅 很久都没有人去住了 我哥会不会去哪儿了 他 他 太好了 老大在哪儿 在金河附近的林米村 进村以后 穿过一片树林 最南边的院子就是 我记想了 恒璇要真的在那儿 他就得救了 事不宜迟我先告死了 陈副队长 有我哥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放心吧 快快 集合人手去林米村 是 是 小姐你别着急 少爷吉恩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来 你坐下 我给你去盛碗绿豆汤啊 小姐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我 我在街上看到 少爷和陈碧小姐的通缉令了 少爷他们这是犯了什么罪啊 通缉令在哪儿 我去看看 就在巷子口 少爷等一下 怎么了 刚才在那儿监视我们的人 怎么都不见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门口有人监视 肯定是来抓他的 如果我现在找不到小姐姐 恐怕他会不会接你安静 坏了 咱们被陈德道骗了 那些监视的人是陈德道的手下 他们不是来保护我哥 他们是来抓我哥的 那怎么办呀小姐 走 咱们去趟林米村 顾传发 恒轩少爷 真的是你 听双局说 你在码头的站方上 学徒怎么会啊 今天人手忙不过来 程老大就让我过来了 恒轩少爷 我看到城里全是你的通缉令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现在想去趟罗宋马桃 有没有胆量送我们一程 行 那我现在就去叫人 咱们马上走 快 快 可以 注意 周恩老师 快走 侧面爆撤 快 小安 周恩老师 马桃就在前面 你们先走 我跟小安去阻击他们 不会留下 不行了 成立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一定要保证知人老师他们安全离开 快走 快走 周恩老师 快走 快走 小心 周恩老师 快走 小安 走 走 没事 没事 程米姐 恒轩少爷呢 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再等等 等恒轩回来 小艾 有事 走 走 程米 程米 恒轩生死被迫 你们不能一走了之啊 救命 程米 好些是为了你们我 我们不能辜负 过呀 是 把他给我捆起来 其他人追 是 是 是 跟着 这里有码头 是 走 你咋了 哥 少爷 小姐 哥 少爷 小小姐 你这个骗子 你放开我个 小小姐 我不骗你 就抓不到政府通缉 要翻夏洪轩 不能怪我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骗子 小姐 你个流氓 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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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 快 妈的 队长 没必要和两个丫头生气 咱们赶紧把小洪轩打回去 有的好 走 陈副队长 你的手怎么样了 一点小伤而已 不足挂齿 没想到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击毙了多名共产党逃犯 而且还活捉了夏洪轩 真是可喜可贺呀 主要是您和宋队长指挥友方 属下我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不必谦虚 说一说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夏洪轩 对在逃的任志远 萧承彼得下落一定知情 所以突击审讯这个姓夏的 肯定能有所收获 好 就照你的意思办 不过 以夏洪轩和宋队长的交情 我怕要是真用了刑 为之我不好交代啊 不至于吧 宋队长 你说呢 是 就是嘛 陈副队长 你多虑了 是 你多虑了 你多虑了 我还要不过 你也不过 我还要有什么学校 那我都不过 我如果想要你 我还要你 我还要你 你不过 我还要你 你还要你 我还要我 宋大哥 我哥被你们的人抓走了 我知道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抓他 夏恒选火同萧陈碧 秘密潜入监狱 劫奏了任志源等共产党 劫奏的人就该走得越远越好了 可是他 我真不知道当初我是成全了他 我还是害了他 宇珠 宋大哥 求求你救救我哥 您在我们两家多年的情分上 求求你救救他 宇珠 你先起来 我不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不是我不帮忙 实在是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要你怎么这么说 那我可 我可真的就没枪了 办法不是没有 让你起来我们慢慢说好吗 双军 快把你家小姐扶起来 好 现在这件事情 是交由 卫术区域秘书室的孙处任负责 只要他把这个案子压下去了 很选就有救了 我应该怎么做 我怎么做才可以让他不把时间抱上去 钱 很多的钱 只要能救我哥 多少钱我都给他 慢点啊 长发别系了 把绳子给我 哎 哎 哎 诚秘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去找恒轩 诚秘 你不能去 你千万不能去 你这么去太危险了 你一个人救不了恒轩的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 哪怕有一些希望 我们也不会放弃 老师 我不是冲动 我已经完成了恒轩对我的托付 把你安全送上了案 现在我要回去找他 我们俩说过 要为革命共进退 死也要死在一起 长发 哎 你把老师安全送上码头 这船借我一用 回头还你 小姐 家里全部的银票和献钱 都在这里了 小姐 老爷再试试 把这些古董和字画 当着珍宝 就算现在着急出手 两三百块应该不成问题 还有其他之间的东西吗 哦 老爷屋里那套黄花梨家具 做工蛮考究的 少说 也值个一两万块 这样的话 一共才有七八百块 还不到一千块呢 当官的每月俸禄才几十块 七八百 对他们来说 是大一笔钱了 救生局的时候 改了真的到两百块 我哥这是 如果七八百块 就能解决的话 宋光大哥 也就不会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好 小姐 片里边是我的全部家当 可能管不了大用 但多一分便多一分希望 好 少君 这是送给你的 怎么能要回来呢 现在少爷有难 你不要管这些了 把桌子上这些都收起来吧 搞这些 是救不了我哥的 可 可我们能凑的 就只有这些呀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 有太多美好的会议了 可是现在 终于到了要和他分别的时候 小姐 你 你不会是 我要卖掉这个组战 这可是老爷留下的家业啊 我哥心里不保 要这家业 有什么用啊 可是 小姐 你真的舍得吗 就算万般不舍 为了哥哥 我也愿意舍弃 程碧 真的是你啊 宋大哥 恒轩呢 恒轩已经被关进监狱 随时天后烦了我 随时天后烦了我 宋大哥 营救共产党的行动 是我策划的 我是主谋 恒轩只是听我的命令 所以 你们该抓的人是我 好 陈碧 你发什么疯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 是会掉脑袋的 你最好把我的事报上去 让孙主任知道 让国府秘书处知道 最好 让汪先生也知道 反正捅破天了也没关系 你是被爱情冲昏头了吗 恒轩被捕你 不想办法救他 你跑到这儿送死 我请求 和夏恒轩关在一起 胡闹 我心意已决 是不会走的 把他押下去 严家开会 是 是 您慢走 慢走啊 小姐 大夫 看妥了 这是银票 好 小姐 您请过目 太好了 哥哥有救了 买主说了 让咱们三天内搬走 这么急啊 毕竟 钱已经给了 所以 三天够了 圣君 跟我去一趟警卫队 来 我 进 宇竹 宋光大哥 钱我已经筹到了 给 这么多 宇竹 宇竹 你哪里弄了那么多钱 我把家里的组宅卖了 这 这些钱够吗 够了够了 你跟那个萧辰比一样 真让我送某人 玩了我想看 程碧姐 他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啊 昨天他主动到我警卫队 投案自首了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怪物的底下 有人称他为女侠 还真有骨子侠气 那这些钱 只有他们两个人 够吗 这么多钱 就算是十个人 孙主任也一定会想办法的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当面跟他说 是 明白 走吧 请王主席放心 我请得督办此事 是 是 答案上不会有任何记录 是 就当什么事情 没发生过一样 您放心 您 好的 好的 再见 宋队长 主任 我看他俩有点儿脸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站在那里的就是 夏恒轩的妹妹 夏宇忠 你怎么把他们带这儿来了 当然是因为夏恒轩的事 他糊涂 十五号 王主席刚签署了声明 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了 这个敏感的时期 谁敢管他们家的事 赶紧把他们带走 主任 你先别着急吧 宋光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啊 主任 这是夏家的 一点心意 把他们叫进来吧 主任 主任公务繁忙 有什么话 你就赶紧抢 孙主任 求求你救救我哥 我们夏家会对您感激不尽的 你哥夏恒轩 涉嫌杰走共产党任志远等人 恐怕很难处理 不过 夏恒轩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只要他肯洗心革面 此事会有回权的余地 于主 主任都发话了 现在心里应该踏实了吧 谢谢孙主任 谢谢孙主任 回去等消息吧 估计过不了 佑姐 我哥就能回家了 夏恒姐最近对了上一个事情 才先有一个事 报告 进 队长 刚才宋队长带着夏恒轩的妹妹 去见了孙主任 敢当老子官了 这夏恒轩就是块敲门砖 砖要没了 还敲什么门啊 队长 那下一步怎么办 当我盗者 谁当杀谁 当我盗者 谁当杀谁 宋光啊宋光 你看上去老是拔交的 其实你很不老实 属下只是考虑到 夏恒轩他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冲其量只是同情罢了 像这样的事情 轻一点 重一点 这个度还是很灵活的 再说 夏家又这么有诚意 所以属下就斗胆当了这回中间人 王主任 莫要见快 行了 以后再有这种事 提前知会一生 我好有个准备 是 回来 夏恒轩的事可大可小 他只是受人蒙蔽 一时糊涂嘛 但是 要想彻底解决 必须让他写一份自白书 划清界限 明确立场 明白 还有一件事 把昨天图案自首的萧承碧 立即释放 你有所不知啊 萧承碧的父亲大有来头 人家在日本 是有名的华侨府上 当年汪先生复日留学 他曾给予过资助 两家关系非同一半 老人家得知萧承碧出事了 立刻打电话给汪先生 现在 汪先生命令我们 立即释放萧承碧 不许留任何案底记录 就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这件事你亲自去办 赶紧把人放了 说几句好话 安抚一下 是 去吧 不许留任何人 但你真的帮助申请 酰祥 真,如何 来 吹 萧长碧 你自由呢 我父亲给汪先生打电话了 是的 汪先生亲自下令释放你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不走 可能还有一些情绪 我进去劝劝他 你只有出去了才可以用你的关系去救恒轩 你留在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说过了 这件事情我是主谋 汪精卫是不会杀我的 所以我留在这儿就是对恒倩最好的保护 你也不能买 于主已经把他家的祖宅卖了 孙主任拿了那么多钱 我想恒轩是会被释放的 至少他现在不会有事 那好啊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和恒轩一块儿走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 宋大哥 我能见恒轩一面吗 好吧 现在上面需要恒轩写一封自白书 只有这样 事情才能够顺理成长地解决 你跟我一起去劝劝他吧 好 好 恒轩 长臂 恒轩 他妈 你怎么了这是 承逼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入狱之后 承逼就主动投案了 你只是有好恐呢 咱们说好的 同生共死 承逼的父亲已经脱了关系 他现在没事了 可是他就不愿意走 你好好劝劝他吧 我先来 慢点 慢点 你听我说 只要有人问你 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你放心 王精卫是不会帮我怎么样的 你别说傻话了 我夏和轩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怎么能让你替我承担 都什么时候了 你要懂得变动 成屁 我不会让你替我受委屈的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答应我 你好好照顾自己 即使没有我 你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了 你别犯傻了 只有你 才能帮我完成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 必须我们两个人才能完成 王萱 你就答应我吧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我们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你 对了 志愿老师怎么样 你放心 我已经把那户送到陆宋码头了 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更消息了 宋大哥 有妹妹他 你的事情把宇柱急坏了 他到处求人 想尽办法要救你出去 他从小没经历过这些 这次为了我 真的难为他 孙主任已经答应了 只要你改国自行 他可以既往不救 什么意思 他们现在需要你写一份自白书 就说你是被利用的 现在迷途知反 要跟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 他那么多次 就只要是给你 给你迷途哎 她不 tror 你给你救他 你是怎么回事 就�무�了 想要换人家 就是梦想要换人家 你还要换人家 你还要换人家 我和你买人家 需要换人家 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 还是干什么 又有什么关系啊 宋大哥 你对我太不了解 你以为 那只是一个政治主张吗 这不是政治主张 那又是什么 这是信仰 孟璇 就算是为了我 也不行吗 孟璇 孟璇 我们曾经说过 要为了中国的明天 一起携手走下去 做更多的事情 现在 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 他们就能放了你 我们才能继续走 才会有未来 答应我 你就写一份吧 好吗 以王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 公然背叛先总理的三大政策 搞秦党 搞屠杀 让光明的中国 什么那样 这写的真乱七八糟的 他就活活气死我呀 主任 您先想想起 恒轩那就是脾气局 可能脑子一时没有转过来 让他写自白书 这是自白书吗 什么历史的倒退 民族的不幸 你信不信 只要我把这个递上去 肯定枪毙了他 是 恒轩是鲁莽了一点 但是他的妹妹夏宇如 就比他 懂事得多了 行了 宋光 我这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事情是你牵的头 你替他重新写一份自白书 一定要改过自信 这样 我也好想上面交差呀 知道 不过主任 夏恒轩就是个刺头 这样脱下去 还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倒不如早点把他弄出去 这样大家都省心 有道理 好在 夏洪轩和萧承毙是一起的 萧家和汪先生又有交情 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他们两个明天全放了 好 我这就全排 等等 这件事情要秘密进行 还有 让那个夏洪轩 老老实实地待在乡下 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 是 来 洪队长 主任 码头那边的军警报告说 两天前 他们发现了通缉令上的人 双方开了火 打伤了一个 击毙了一个 是任志远他们 前两天的事 为何现在才报 这个 死的人是谁 康顶文 商的呢 不清楚 马上去查清楚 是 还有事吗 雅历山大堂附近 开了一家俄菜 黄油鸡卷相当正宗 自从收回了英都界 那边的西菜一天不如一天 是啊 那天去尝一尝 好 那择日不如状人啊 主任请客 好好好 现在就去 好 走 走 雨妈 雨妈 我搁来衣服呢 小姐 司机还没有带 你不要着急 刚才宋队长的电话里已经说了 一个小时之后监狱门口见 这时间还早着呢 咱们早点去 哥哥就能早点回来呀 小姐 这是少爷的衣服 我还做了几个菜 都是少爷爱吃的 等他回来 好好补补 我要给哥哥接风洗神去 走 快点 快点走 好 好 喂 孙天府吗 我是国府秘书处的曾仲明 曾秘书 您有什么吩咐 你看今天的汉口日报了吗 汉口日报 你看看 第二把看看的是什么 什么内战代替了团结 独裁代替了民主 全是胡说八道 汪主席大发雷霆 这个夏恒轩公然违反本当的主义和政策 最不可恕 立即执行枪决 不得有误 是 坚决执行命令 肖子有铁 岂是我能左右的 岂是我能左右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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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医长 这又怎么回事 奉尚峰之命 处决小恒轩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 小姐 孙主任刚打的电话 即刻处决 为什么 怎么会呢 宋大哥 你不是是我哥 你不是凤 李祖宋 你别急 我想办法 李银长 能不能暂缓执行 我去打个电话 李祖宋 李祖宋 宋队长 你就别费这个事了 这是王主席亲自下的命 谁也改变不了 快 不出 哥 小姐 不出 不出 你出 回去 替哥的话 回去 我要跟你一起回去 替我 宇宋 回去 我不 你跟我来的 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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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宇宋 宇宋 哥 宇宋 走开 宇宋 回家 走开 放开 替哥 替哥 回家 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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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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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